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恰 Hello,欢迎来到好玩新奇充满欢笑 我想要跟你一起度过一个又丰富又快乐的六月份的欢乐卡恰 你好,我是高点姐姐 高山的高恩典的典 哇,咱们六月份的节目真的真的 高点姐姐为你预备了很精彩,很丰富,很多元化的内容哦 除了我们在之前在上个礼拜所提到的国际儿童节 高点姐姐就希望我可以透过一些好听的歌曲 透过一些好听的故事 来帮助你,来跟你一起度过快乐的儿童节 度过许多许多美好的时光 那么不止在六月份有儿童节 我们还有端午节 什么时候啊 就是这个星期四,对不对 就是大后天啊 因此高点姐姐也会跟你分享跟端午节有关的有趣的事情 那么除此之外呢 来到了我们的六月份第三个星期日 让你猜一猜 仔细的想一想 那是一个怎样的日子 那是一个多么特别的日子呢 对啊,这是咱们国际上的父亲节 因此高点姐姐在六月份的中旬 也会跟着亲爱的小朋友你 来一起送给我们亲爱的敬爱的爸爸 非常珍贵的父亲节礼物 那么来到了我们六月的最后啊 这是很重要的日子哦 因为我知道小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啊 都要预备着期末考 哦,这个课业压力很大 但是在很紧张压力很大的期末考之后 就是我们要开心的放暑假 因此在六月份的节目最后呢 高点姐姐会试着在节目里 带着你一起来做你的暑假规划 高点姐姐会告诉你一些建议 或者是告诉你一些原则 让爸爸妈妈可以带着你一起来开心的 规划一个又美好又幸福 又充满欢乐时光的暑假 因此你听你听 我们六月份的节目这么的精彩 这么的丰富 你一定每一集都要收听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头 高点姐姐是想要跟你分享 仍然是关于我们要开心的度过儿童节 这个部分毕竟儿童节一年只有一天 对不对 可是呢我们儿童我们小朋友 一年365天天天都要很快乐 不过你想不想要天天都快乐 想啊 这个是我们的心愿 那小朋友高点姐姐接着问你哦 怎么样可以让你天天都很快乐呢 哦这时候大家的答案都不太一样咯 那你可能会回想到 在上个星期三 我们一起度过国际儿童节的时候 高点姐姐就想到 在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庆祝儿童节的方式 那你可能会觉得 啊天天都可以拿到礼物 很快乐 天天参加庆祝活动 很快乐 天天戴上有趣的面具 热闹滚滚的参加加年华会 很快乐 或者是拿到很多很多的糖果 很快乐 哎这些都只是 庆祝儿童节的方式而已 不过怎样算得上是 真正的快乐 我们要回到 儿童节的意义来看 才是嘛 对不对 小朋友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儿童节的意义有什么呢 比方说一个快乐的儿童 一个快乐的小朋友 应该在精神上感觉到平安喜乐 有天父那里来的平安稳妥 这个平安喜乐 也就是不会再带着恐惧过日子 不会再担惊受怕的过日子 嗯小朋友 现在你可以冷静一下 你可以仔细的想一想 现在你的心里 有没有什么你最讨厌 最不想要面对 最害怕的事情呢 你可能会怕黑 你可能怕狗狗 你可能怕考试 你可能怕老师 你可能怕某一个 一直在威胁你 一直在欺负你的同学 嗯没错 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原来 每一个小朋友心里头 都有这些害怕的东西 所以每一个小朋友 也不算是真正的快乐 原来保护着小朋友 可以得到心灵上的 心灵上的平安跟喜乐 不单单是我们在上个星期三 所提到的 要保护一些小朋友 当他们吃不饱 穿不暖 每天在担心没有家 被别人欺负的时候 我们要保护他们 我们要拯救他们 这样子的事情 不见得只发生在很落后 或者是很贫穷的地方哦 也许一个心里头 充满着恐惧的小朋友 就在我们的身边 也许就是你 也许就是我 那我们在恐惧着什么呢 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有人在威胁我们 有人在强迫我们 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情 也许是有人在欺负我们 这些都会造成我们心灵上的恐惧 让我们没有办法打从心里 平安喜乐 因此我们要一起来 找回我们心灵的平安跟喜乐 我们要真的成为天天过快乐儿童节的快乐儿童 好不好呢 在今天的节目里 高点姐姐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想要跟你分享一本非常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希望可以帮助陷在心里头 遭受到强迫 遭受到恐吓 遭受到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拒绝别人 有这样心情的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别人说不要 而且要是别人再强迫你 你就告诉他说 不要就是不要 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现在就邀请你来收听完整的欢乐卡恰碰 你可以点选收听节目 点选欢乐卡恰碰 就可以听到今天完整的节目内容咯 我是高点姐姐 我跟你完整的节目里见 See you 我里面外面上面下面天天都快乐 我里面外面上面下面天天都快乐 从夜中进入我心 出去我地尊 我里面外面上面下面天天都快乐